感謝各位再次收看禁責解盤 今天禮拜五 週末不太愉快 台北股市今天拉回99點 相信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一定是心驚膽跳 特別是這兩天我先跟各位說 你會看到非常多的節目跟你講 台北股市現在很糟糕了 台北股市已經翻空了 或者說這下一定會下看哪裡哪裡呢 等一下我要先跟各位說 有一件事情 可能我第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高檔有賣出的話 你可能今天是非常好的機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請各位要特別留意 市場上面有很多帶您去放空的言論 我今天等一下 我特別會用虛實操盤法 再次跟各位強調 有一種狀況 你看到台北股市往下跌的時候 你還不能馬上去放空 原因是什麼 美國股市都沒有跌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如果說禮拜一來的時候 美國股市還是沒有跌的時候 台北股市很可能 砰的一下又回去了 你在這個地方追空 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說 哪邊說不定台灣是虛的 而美國是實的 這種虛實操盤 虛進和實進之間 你應該怎麼去拿捏 所以我想等一下第二階段的時候 我會跟各位講到這個行情裡面 今天的確是有轉折的現象 但是並不是各位所講的這個行情 馬上就往下殺的一個情況 這盤中有非常多的疑點 包含了期貨指數 怎麼會壓不下來呢 包含了各位可能看到 3008的大立光盤中的時候跌停 往往有一句話各位去聽聽看 參考看看 我經常跟各位說一件事 股票市場就是漲漲跌跌 跌到低點它就會彈上來 跌到大立光了 連股王都跌停了 會不會產生股王跌停日 但是高手進場時呢 有很多股票都沒有隨著大立光跌 你有沒有想過大立光跌成這個樣子 竟然有股票敢漲上來 竟然有股票敢直接給你攻上漲停板 還是我們家的股票 這個絕對不蓋你 我先直接講 這個絕對不蓋你 1783的何康生 只是今天講了你沒什麼感覺 但是我要這麼跟各位說 這所代表的是 這個行情裡面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玄機呢 我想在我節目裡面 你要看到的是真正的教學 你要看到的是真正的高手 所以第二階段的時候 我會再次把大盤巨細迷移的 跟各位來做一個報告 不過一開始要先跟所有朋友說 那麼昨天接到很多朋友的電話 他們認為敬哲啊 不管是在大盤上面 不管是在個股上面 還有我的研究精神上面呢 我最近碰到很多朋友都說我真的很認真很努力 電視機的前面你覺得呢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那麼很多分析師說他很年輕 想做一個好的分析師 我在這邊勉勵電視機前面 其他年輕的分析師 或者以前做得不好的分析師啊 你只要認真做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一定感受得到 一定看得到就如同敬哲一樣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來我們第一階段 還是要跟各位交代基亞 親愛的投資朋友 各位都還記得吧 當初基亞往下壓回的時候 全市場上只有我在跟各位講說 請各位不要再相信週刊了 什麼一顆600億不值錢 公研院都告訴你說可能會直到788億了 什麼酸塞干擾素才有效 打個電話去問問醫生 每個醫生都知道 酸塞干擾素也不見得有效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我在講這些的時候 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包含分析師 很多人參觀我節目在內 完全聽不懂 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所謂醫學原理 我們一般朋友 我真的講一句話 我們去到醫院 要拿的就吃了 你才不管他什麼醫學原理 就像現在食安風暴一樣 你去到餅店 餅拿起來就吃了 你才不管裡面 是不是用收水油 但是各位 做分析師 你要領導這麼多人操作 做分析師 你要帶領這麼多的家族成員 你一定要專業 你一定要認真 我現在講給電視機前面 可能就是你的分析師 不認真的人聽 各位 酸塞是把這個干管 直接給他塞下去 那麼整塊不管好的壞的 全部死掉 包含這條微血管都塞下去 各位就算不知道 肝管塞下去會有問題 也知道腦袋血管爆掉 會有問題吧 所以這個一塞下去的話 不得了非常的痛苦 那麼只有GR讓這個血管持續暢通 那麼只有死掉癌細胞 這樣的方法去餓死他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靖澤這麼認真 連我最不懂的醫學 我也必須要這麼說 我也不是醫學系畢業的 我真的是金融系畢業的 但是你不懂 你可以去問醫生 醫生可以講到 基本上病理學 你可以懂 我講的叫做病理學 所以我說過 各位看到沒有 基亞他負責176個病人 每天必須要忍受 長達9個月的注射 如果有患者中途放棄 就等於退出實驗 那麼到實驗結束 只有才6個病人退出 當時其他的肝病藥 雷沙瓦等等這個部分 全部都是因為 病人受不了那個副作用 腳都爛掉 因為一邊打皮膚會發炎 如果你親眼看過那個情況 你會覺得說 這個基亞這個藥 我真的講句實在話一點 最好全世界 希望他未來會成功 結果呢 結果身為社會領袖的分析師人員 那麼每個人都在那邊給他 哎呀落井下石 身為社會領袖 意見領袖的股市 可以這麼說 那麼這麼大才訓的名嘴 竟然也是這樣子講 我真的講句不好聽的話 你敢保證講這些壞話的人 你一輩子不會得到肝癌嗎 所以我是站在一個這樣的一個心 我不能敢說是慈悲 我真的是祝福的一個心情 所以各位等到 浩鼎張念慈董事長出來說 各位分析師你看錯了 因為國內漲跌幅的限制 基亞每一考不過 大家都想賣 結果大家都想賣 結果沒人買就卡住了 那是因為國內漲跌幅的限制 假如沒有漲跌幅的話 我常常講說各位 注意喔 我認為沒有漲跌幅的話 基亞這次的204塊錢 還不是高點 換句話說我對它的基本面 早就算過啦 那你說老師今天怎麼才反彈到200 因為每天漲7%也只能漲到200啊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各位看到沒有 這是漲跌幅的限制啊 所以好頂的張念慈董事長講說 國內的分析師水準非常欠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丟臉 我講句實在話 因為我也是分析師之一啊 只是他講了這句話之後 我想電視機前面很多啊 過去在罵基亞的分析師啊 可能就是你的分析師啊 那生意差得不得了 因為他講的是真話 他說基亞的PI88第三期 還是很有機會 不是沒機會 只要調整審慎因應 沒有說要調整裡面的藥物喔 你看人家保齡還調整過藥物 他完全不調整喔 那麼還有機會過關 這是耗鼎的看法 注意這是耗鼎的看法 這不是基亞董事長自己出來講的看法 各位曾經跟著周刊念的 什麼驚心大騙局的 你各位有沒有想過啊 我最近這段時間裡面碰到的朋友 就像昨天打電話進來說 喔 那個基亞打開沒不到兩天 那個人就叫我殺了 你殺下去的時候 各位啊 中間相差多少人 相差90塊啊 唉唷 我差點忘記了一件事啊 我們第一段要播VCR 表示我們最低點有叫你買 到了昨天之前 正好請你調節 導播 我們先來播一下VCR 讓大家印證 請問各位一件事 這裡是不是跌21天 你從下面算到上面是不是14天 14天除以21天是不是剛好三分之二 是不是等於0.618 這是黃金切割率裡面的時間切割率啊 但是我起碼幫你掌握這段 價差超過90塊 你有沒有想過殺在低點 你少賺了多少錢 注意喔 他因為也是漲跌幅的限制 他不可能一次漲到滿足點 所以我說過他可能會這樣 一二三四五波回去啊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先告訴各位 JR呢 那麼我個人的看法 還有剛才張念慈博士他也有提到說 那麼基本上他還是有機會的 我個人的看法呢 我認為啊 來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第三期成功的機會 第三期成功的機會還很大 因為目前為止全世界只有一個團隊 目前他的病人仍然繼續願意接受實驗 每天要打七個小時 九個月每天都要打疫苗打注射多痛苦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但是各位啊 我們也會帶你做價差 所以手上有JR的朋友 你自己回頭想想看 現在開始我必須要跟你講的 可能比較現實一點點 因為我要幫我的家族 如果不小心你碰到那個470幾 我記得那時候有人跟我講得很清楚 他有38張來加入我 我說你趕快賣掉19張 趕快先賣一半 那他還有19張我們慢慢攤回來 而且呢 謝先生8月份才參加 他說他沒有基亞 整整賺下一張9萬 10張90萬 所以我說過各位啊 一個真正的分析師 絕對該跟你說的話一定會說啊 8月21號告訴你 升機會V轉 我應該不用再倒回去啦 看到沒有 是不是剛好基亞開始V轉 我順便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啊6810張到8920張 加上3900張 這兩個大量加上外資買的量基亞 籌碼全部收乾淨 所以一路上90塊錢就出來了 別人還繼續跟你講不好 我繼續跟你講好 別人還繼續跟你講不好 我說那是交易制度的問題 我這麼跟各位說一件事 假如你不小心400塊錢買進去 從頭到尾沒有賣的情況之下 第一個你的操作是有問題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你運氣不太好 而且時間到了我也告訴你 不要再追 不要再追 那麼到了昨天的時候 我直接剛才VCR你看到 全市場上唯一一個 趕播VCR告訴你說慢 接下來我要很現實的跟大家說 這地方你要開始做來回賺價差 你不能說今天做夢 明天基亞就回到486塊 沒那麼快 因為它有漲跌幅的限制 你懂我的意思了沒有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您看到沒有 從8月22號 那麼我們直接布局了 雲城之後 我說GR的未來的發展 老師特別報告 不是寫在這裡 寫在另外一個GR的尊榮報告裡面 另外一個GR的尊榮報告裡面 至於雲城 我說我們先看38塊錢 請各位先進場 注意喔 進場的時候還是跌停板 拉起來的情況 那天還有跌停板過 各位 我說這個低點看清楚一下 23塊9的低點不會比前面的低點低 進場 親愛的投資朋友 跌停打開的時候有沒有請你買 這地方都可以讓你做驗證 長期持有 那麼長期平盤可以買進 來這裡是雲城 雲城當時已經空手了 所以可以買進去 所以雲城是可以說直接賺 調節 來 攝影師照進來一點 沒看清楚吧 2390雲城31767R 短線上可以先調節 所以我說過 假如你有這兩檔股票的 麻煩各位 趕快來找我們 38 38 38 三天都有 所以我今天一開始先跟各位交代 這兩檔股票 因為是盡責值責所在 也是各位追蹤我節目裡面 最明顯的 我很直接跟各位說 接下來它不會一天回去 夢想仍然存在 但是我們要來回坐價差 把它賺回來 對於這兩檔股票 來回坐價差 特別是一天 往往就是一支跌停板 一支漲停板 那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切進去 我相信大家可能會滿有興趣的 對這個地方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你跟我們來做一個聯繫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對這個地方有興趣的 台湾造正 江南园林 山海豪景 台北湾No.6 江南大宅 2805-9898 幸福当初的时代来了 分件事 亦件事 当件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当初第一学学 韩中九世 结合业内操盘手法当初快速取材 让您连战连胜 连胜连赢 韩中九世是黄老师及20名公里 超越市场去做 韩中九世TVD课程经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请够好 爸爸 儿牌七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儿牌七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胆勇 第二阶段对各位来讲可能就相当困难 第一阶段我们一直跟各位强调 那么这次的基亚呢 那么你要学得竞争这样子算好不好 来 跌了21天之后 跌21天之后反弹多久 反弹14天 14天除以21天 小学生只要会算分数 正好等于三分之二 等于0.618 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 假如没有涨跌幅限制的话 应该反弹回来0.618 你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这个叫做0.618的实际距离 但是现在因为有涨跌幅的限制呢 这一块都少赚了 所以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你 基亚根本还没到满足点 你说老师那我就不怕了 不怕我讲句不好听一点的话 我今天盘中看了 你说老师 我今天盘中看了也会觉得有点怕 因为一下子就跌停板 因为它已经涨了一倍 当然第一天修正一定是跌停板 这一来一回你看 一天差13块 10张就是13万 所以我说过操作机 你要非常专业才能够掌握得到 操作云层你说我自己冲一冲 杀一杀 我或许还可以跟你讲 所以为什么我说云层跟你讲38块 你自己去看看吧 那现在是34块9嘛 我随时随地可以买回来嘛 所以我说过这两档股票 欢迎所有朋友 因为这两档股票联动性又大 那么整个就买基亚送云城 这个情况 欢迎各位可以跟着我们来 来来回回赚价差 而且这样赚 坦白说比直接喷出去还好赚 直接喷出去的话 没有梦想股票就不好做了啊 那股票市场里面本来就有梦想 梦想有的时候是虚的 实现掉是实的 所以这东西也有跟虚实这两个字有关系 不过虚实操盘法所要讲的事情是 如果你眼前看到的是一片黑暗 是一个长黑 但是这个长黑里面的结构 也就是这个实际上 虚的你看到的长黑注意哦 一般指标只会看到股市的10% 虚的你看到长黑 特别是你今天应该会看到很多节目 告诉你说 哎呀这个行情摇头了没救了 台湾这边不用参加了 不选举怎么可能呢 实的呢各位看到没有 虚实操盘法让你看到100% 实际上来讲的话 或许答案并不是一根长黑哦 亲爱的投资朋友 先看指数 其实今天收盘的时候 我们其实上节目有点赶 为什么呢 因为竟然尾盘的时候指数往上翘起来 那么整个指数是第一个完全压不下去 不对啊 大立光跌停板了 大盘收最低了 怎么指数会压不下去呢 我先告诉大家尾盘收不上来 说不定是因为今天礼拜五 大家比较怕的关系啊 通常到礼拜五的时候大家都最怕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讲说礼拜五 其实对静哲来讲是最困难抉择 看得出困难的才是高手 因为后来尾盘的时候 看到指数是这样整个往上拉上去 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第二个亚洲股市呢 各位看到没有 哎呦怎么都还在翘得高高的 往往亚洲股市在涨 而台北股市在跌 这种状况之下呢 我跟你讲 很多人今天会跟你讲 他多厉害多会空 我问你一件事啊 今天3008大立光有谁敢空啊 2000多块就算要放空你也不见得有劝 另外有人会告诉你 哎呀我好会空 我跟你讲 可曾今天是停支券 你利用停支券的时候 你才来欺负他 看到没有这上面都空白的 停支券的时候你才来欺负他 说不定往往礼拜一的时候 他就回来了 所以扣掉这两档股票 找不到什么股票大跌啊 那做空没有利润啊 我们做空不是要讲那个股票涨 我们是要看跌停板加速 摄影师把他论 跌停板加速只有4加 只有4加你怎么看啊 只有5加啊 你设飞票也不想设得 设不是 3000多加你刚好设到那4加 你听那个放空的在那边乱讲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第一个国际股市在涨 第二个期货指数在往上 第三个 除非美国股市今天跌得不像话 美国股市今天假如从这里 跌到这里的话 各位你知道吗 纳斯达克要跌150点 我们竟然已经拉回来 纳斯达克跌150点的距离 你觉不觉得我们台湾股市有点 虚实操盘法 我说过虚的是你当场看到的 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常常讲说虚实之间 往往你必须要讲到台湾是虚的 美国才是真正的实际 因为美国会拉动台湾 台湾拉不动美国啊 你说一只蚂蚁怎么可能拉得动 一只大象 美国是大象吧 台湾其实你现在看起来很紧张 地图就这么一点点 说不定啊各位啊 有一句话你是不是记得啦 股王跌停日啊 高手进场时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请各位看一下 我认为还是最后压缩 下个礼拜选股布局 甚至呢 纳斯达克跟台湾之间 竟然相差了150点 是纳斯达克跌150点喔 股王跌停日 大盘反弹时 特别是大家都在唱衰苹果 可是苹果现在大家又要抢购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每个人都说苹果做得不好 不够好 因为大家认为苹果是100分的股票 大家认为苹果是100分的产品 结果做出来 哎呀有人嫌她比方说 这个LV就嫌她说 哎呀还不够时尚 我LV才更时尚 你LV一个包包十几万二十万 我太太在买的 你一个iWatch也不够才2万多 你跟人家比 我也会可以讲 那个保时捷比 保时捷比玉龙 这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有的时候 你各位要去看那个内容 才知道真正的一个答案 那大盘押回日 我今天倒是忘了带上来 不管总而言之 也得总之 你没有发觉 何康生反手掌停 甚至3529的力旺 哎呦尾盘还收得挺高的 还有一些股票盖着 所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说 我还是认为 这个行情里面 请各位一定要记得一个原则 其实我讲危机入市 我觉得这样不准 那危机如果后面还有再危机呢 注意 如果你看到的是危机 如果你虚的看到的是危机 结果实际上来讲的话 不对啊 如果你从美国看台湾 怎么越跌越便宜啊 你还记不记得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当初有多少人告诉你说 哎呦生计股死定了 全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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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告诉你说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啊 我要你独排众议 在低档的时候开始进场 尤其是美国也有安城药 你不要以为只有台湾有安城药 美国有台积电 台湾也有台积电 所以从这里上来的时候 70块钱价差 庆差做都50几块了 你只要看电视 我碰到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老师会看电视做事情说50几块了 所以各位啊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啊 这就是危机入市啊 你说老师这道危机入市 其实一点都不是危机入市 你说老师那什么样情况之下 你敢进场 因为美国的NBI 因为美国呢 它的一个生计指数 是一个大涨的情况之下 结果我们台湾股市大跌 你不觉得很像吗 当时是因为什么 因为基亚他当时是股王 所以他跌 这次是因为大力光啊 你把生计股的故事 放成大盘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像呢 但是我必须要这么讲一件事情 这种事情啊 我坦白说一件事 今天我相信 应该不太会有人打电话来 来跟投顾业谈什么 等多基亚的 如果有基亚的 你一定要打过来 因为基亚跟大盘的相关性不大 基亚是纯生计指数的方式 来做一个操作 我也认为未来生计股 还会有好的股票 如果你有基亚的朋友 你赶快利用假期的时候 想尽办法来到我们的团队 因为呢 我们是最能够给你 第一个 什么叫洗盘片线 第二个 什么叫做虚实操盘 第三个 我们是唯一可以给各位 什么叫做生计股宝典的人 所以有基亚的朋友 在假期当中 赶快找我们联络 因为你手上的股票 我们帮你处理比较好 我今天也碰到好几个 手上买了一大堆浩鼎 忠育新耀保龄的 我都不好意思讲 你又不是什么好好的人 你跑去买新贵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又不是有钱的人 你去买新贵 不会做价差 那你不如好好跟我们 你看基亚冲一冲 河云城冲一冲 安城冲一冲 随时可以进随时可以出 那其他部分呢 我认为平概股我仍然看 你说老师大力光跌停 大力光跌停 白痴才没跌 大力光跌停 这支拉回一点点 我还觉得蛮喜欢的 生计股我认为下一档在这里 我检查生计股 全世界只 坦白说一件事 这倒是尽责小小的一个骄傲了 全世界只有我会检查药品的价格 药品的价格检查之后 检查药品的一个病人的数量 还有市场的数量 各位看到没有 他的商机是几亿 这种资料全世界只有 卖光全世界啦 全投顾啦 只有我有 不相信你去给你们老师要一要看 老师 安城要的市场价值多少 不知道咧 老师 黄老师那边还有一个 新的跟安城差不多的市场价值多少 我告诉你 全市场没有任何老师知道 要你就来找我 所以我今天还是这么跟各位诉求 不管各位要单股二合一 也就是包含了教学 一方面带行操作 二合一就是一方面操作一方面教学 或者各位要在基亚哥运程上面来回操作的朋友 欢迎你跟我们来做联系 各种服务 在假期当中我们都有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新城一起发生给住宅的火灾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快把瓦斯炉关掉 怎么还有收音啊 快孙回收处一时 拍争处到有高温或浓烟 会随划出警报孙下 果然无时间通知出来 让赶紧逃孙跟他一一九报警 没错 而且自己动手装便宜又方便 安装注定器 安全无够逼 请购买富有合格标识这产品 并记得定期更换电池哦 现鼓当冲的时代来了 分件事 密件事 上的电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当中第一绝学 韩中九世 结合业内操盘手法 当中快速取材 让您连战连胜 连胜连营 韩中九世 是黄老师及20年功力 超越市场剧作 韩中九世TVD课程经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愚蜂万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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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